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高原寺 高原寺是一個靠近新宿的住宅區 其特色是古卓店、商店街 以及你可能有點陌生的阿波舞 高原寺位在東京的山併區 距離熱鬧的新宿只需要10分鐘不到的車程 交通上,你可以搭乘JR的中央線、中央總母線 或者是搭乘METRO完之內線 做到新高原寺站 算是很方便就可以抵達的區域 根據當地居民鮑勃多年來的觀察 這裡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為數眾多的古卓店 分布在區域內的各條商店街以及巷弄中 這裡跟三軒茶屋以及夏北澤 並列為三大古卓店集中的區域 喜歡古卓的人一定要來這個區域挖寶 另外,高原寺車站附近並沒有大型的商業設施 像是アトレ、マルイ等等常見的百貨 取而代之的是遍布整個區域的商店街 逛起來很有人情味以及特色 比較有名的像是Paru商店街 以及純情商店街 商店街內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從餐廳、小吃、到裝店到電信行、超市等等 是真正反映當地居民生活需求的地方 最後,高原寺這裡最不為台灣觀光客所知 但是在當地人心中相當有人氣的就是 東京高原寺阿波舞了 阿波舞是源自日本熱島縣的一種傳統舞蹈 各種地方團體會組成連隊一起跳舞 在高原寺的阿波舞祭點 參加人數高達1萬人 而觀看的人數則高達120萬人 8月下旬來的話 可以體驗看看當地的氣氛 很推薦大家在晚上的時段來高原寺 因為很多餐廳、居酒屋都開得很晚 來這裡逛逛商店街、古卓店 再找一家道地的餐廳吃晚餐 是個推薦的玩法喔 最後列出幾家高原寺的特色餐廳給大家參考 我們下集見囉,掰掰 好! 照片 我來講 我來講 我們下集見 8月1日 知名 汇 而且 巴巴巴巴巴